哈喽一群默默在发扬中国功夫的领航者 从初期不到五人的武术队 到现在已经有四五间分馆在招收学徒 为了发扬这样的中国功夫呢 还曾经骑着脚踏车环岛宣传 今年是协会的第九周年 特地举办了庆祝活动 武术队学员也大展武术常才 无论是耍刀枪啦拳法 就是要让参与的来宾认识武术 为了让中国功夫远远流传 第一代的武术队正式交棒给了第二代 行政队长也自我期许 希望能把中国功夫 宣扬到台湾每一个角落 第一代中国功夫武术队成员 正式卸下重担 交棒给第二代武术队成员 学长们为他们一一挂上荣耀的腰带 也表示这九位学员的责任更重 队长拿起对齐挥舞者 告诉大家学武术的好处 以及要把中国功夫宣扬到台湾 每一个角落的决心 第二任队长将快接战力 率领我们的队员 继续把中国功夫传扬全世界 我希望他们在出外表演的时候 首先要先注意自己身体安全 因为像我们以前设备场地都不是很足 常常表演都会有受伤的现象 但是因为表演又很多 所以我希望他们能够把自己身体注意好 他们做了很多很多贡献 例如说他们积极的就把我们办活动 然后当教练 我们希望我们每个队员也可以 以他们为目标 既然是要宣扬武术 在队庆这一天 当然要大显身手 所有学员全部拿出看家本领 不论是耍刀枪、拳法、棍法 众人都卖力地表演 尤其是镜头这一套双结棍法 让现场的民众频频拍手说赞 不要令习你们的双手 给他一点热情的掌声 武术对小朋友 尤其是在成长阶段的小朋友 他们的身体的发育 是非常的重要的 它可以促进我们的身体 正常快速的一个发育 那对我们中壮年的人口 它具有健身的功能 对于我们老年的人口 可以让它能够有 更健康快乐的一个老年生活 所以武术西乎是一个 全阶段全人的一种运动项目 现场气势磅礴的拳法 以及响彻云霄的鼓声 让这一场对庆更显得热闹精彩 不过这群孩子们为了宣扬武术 这些光鲜的荣耀 在背后所付出的 想必是一般人无法体会